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赵哥 6月3日KPL春季赛季后赛第一场开赛前 王总监官方不忘宣传了一波要的新皮肤李逍遥 并邀请了6位职业战变进行残酷的solo赛 其中一局1位1solo赛是AG七年与E斯达诺言的对决 两人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上场打比赛了 AG七年一直坐在替补系 而看AG阿泽现在的状态七年肯定是上不了的 反观诺言从创造营回来后虽然人气很高 但应在创造营时一直没打游戏 谢如今也只能做直播 可毕竟城市超级战边选手 招家练习打个娱乐赛还是够用的 这局规则为双方都穿着要的李逍遥皮肤 英雄增加80%的减技能CD时间 一方优先击杀三人或推掉中一塔就算赢 开局诺言先到中路抢线升至二级 随即入侵七年野区刷经济 细看两人带的召唤式技能是不一样的 诺言带着弱化而西年带着惩戒 一个打架厉害一个刷野快 就在第二波兵线相遇时便看出了效果 诺言利用弱化的优势拿下七年的一血 看这波操作诺言宝刀未老 即使这种局先拿到对方一血 基本想翻盘就很难了 可要知道七年带的是打野刀 相比刷经济的速度就不用多说了 只要经济不落后拼的就是超弱性 今次就会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